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击她的爸爸妈妈并没有放弃她 努力想办法希望让孩子可以有机会 跟外界沟通不再孤单 而最后透过了新创公司 那么深思眼洞所研发的 眼控滑鼠软体辅助之下 现在的丹丹可以用眼睛代替滑鼠 为自己找回话语自主权 而微妙的互动当中 也让辛苦招了妈妈信心大振 那因为不只是单向沟通而已 透过这样的科技选择 原来丹丹对爸妈那份无声的爱 一直都在 苹果泥还是粥粥呢 你要不要看一下 来 加油 有没有 你选一下 你帮我 苹果泥哦 再选一次好不好 萤幕前的眼控装置 红点不断闪动 显示的是丹丹眼球的移动位置 透过凝聚和重复询问得到答案 我要被再选一次 再一次 苹果泥 是苹果泥 那一出来的时候就插了那个气管那一罐 对等于是插管 因为那时候就休克了 育后就是诊断成是脑性麻痹 这样子 她伤到了是运动区 运动区就是肢体上面会受限 那语言区的部分就是口语表达 上面是也发展非常地有限这样子 五岁的丹丹患有重度脑性麻痹 只剩听觉和部分视觉有反应 丹丹妈妈没有放弃 才被动为主动治疗 我的预想是如果说我是她 我没有办法表达 那其实我是不被理解的 那这个东西很无奈这样子 那我就思考说我的孩子要怎么样 跟这个世界做接轨跟沟通 那我就想到史蒂芬霍金博士在 在他的发病后期 他其实用眼控软体在做 不管是学说或是演讲等等之类的 还真的在2017年国内新创公司 研发出第一套眼控滑鼠 用眼睛代替滑鼠功能 让重症患者找回话语权 丹丹成了最小的使用者 色彩丰富的游戏绘本 吸引她的目光 丹丹妈妈这姑且一试 还得到振奋消息 用了这个软体之后 我们再去做视觉又发定位 实际上它是有另外一个回路 出现是有反应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 本来是判定为皮脂盲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是 对 皮脂盲就是代表说 有看没有到这样子 等于是它的结构上面 并没有受到损伤 可是因为神经的传导 就是传输的部分 会有这个连接上面的损失这样子 那目前看到它是有这个反应的 所以我们是很高兴这样子 所以它可以说是皮脂盲 改善了还是说其实没有 这个病 其实是没有 丹丹靠着这一线希望 眼控滑鼠展开自主学习 已经三年 你帮我用眼睛刷猩猩 你招猩猩给妈妈好不好 有眼睛刷眼睛跑出来了 对 好棒喔 剩下最后两颗猩猩 在下面一点的地方 好 妈妈好 借着玩游戏辨别颜色 形状和情绪表达 眼控也让丹丹母子 传达了亲情感受 是妈妈吗 找妈妈在哪里可以吗 妈妈在哪里 帮妈妈选一下 妈妈 我觉得她是很贴心的小朋友 她其实也很想说 妈妈我爱你 或是说妈妈我知道怎么样 可是她没有办法表达 所以说在透过那个眼动 她选到我的时候 那个当下我觉得那个感动 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因为就代表说 她像她在讲说她爱我一样 她找到了妈妈在那边这样子 对她反映的一些事情 我们会觉得说 确实是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在平常时 跟她互动之间 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的信心 你们有信心 对 过去家属只能善尽照顾责任 却无法从被照顾者身上 得到回馈 但他们也有心声 甚至是现今医疗 无法被检视出来的 比如说福建克的医师 他会说我们的量表上面 应该是他要能够用手 去指出他应该要讲 或是说他要用嘴巴讲出来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这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办法做到 就变成说他会被判定为是 判定为是说智能低下等等之类的 身心障碍鉴定或者智能测验 都还是执笔的方式 或是问答的方式 所以在一旦没有肢体功能 跟口语功能的情况下 其实在现行的制度下 是没有办法用眼动软体 来去做这样子的判别 那其实也有一些医院 有跟我们洽谈 比如说用眼动的MOCA评估 就是MOCA是一种认知测验的评估 也是纸笔测验 那我们其实是有先把它变成 一个眼动化的学习 这套软体让单单一家 找到前进动力 还有他们这一对相互扶持了 三十年的母子 也找到生命新的方向 然后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居户所 护理师都很有爱心 然后常常给人家鼓励 然后就想说 设计爱心相关的 然后就希望大家能 就很乐观 所以就很多缤纷的颜色吧 振兴靠着沿后滑鼠 学习设计软体 替居家护理所设计logo 赚进人生第一份薪水 护士他们也是给他机会吧 他就说 他刚好他们那个护理杂 刚好要需要人家 需要一个logo 然后他就说 看这些 之前有鞋那个啊 绅士也都那种 然后他说 那可以把我们那个 设计就对了 然后设计说好啊 就设计 设计好几个给他们看 设计的迷片 我测试透过 本来是大机说 手药用没力气之后 感觉电脑都没要打 对 要有眼控制 然后又在课堂上 那个职讯课的时候 就老师教一些 设计的这个知识 对 然后就慢慢的 就 就觉得未来人生 有一点有希望 就有希望 然后可以有一些事情 可以做 29岁的振兴 是球星式肌肉 萎缩症患者 是鸡尾症中最严重的类型 八岁就发病了他 从来不敢想象未来 还能做什么 那个是你 人生中第一份工作 赚到钱吧 对 对 就眼控说 用一些软体 设计软体就是 对 对 包括下流或是AI那个 对 然后就慢慢的 就是有这些练习 但这是 其实设计能力没有 很好 就是 就是 基础的一些功能 连想也可以 虽然说自己功力还不行 但得到一技之长的振兴 脸上露出浅浅微笑 14岁左右开始做轮椅 对 然后 做轮椅那时候 手还是有力气 然后 慢慢的到 就是 大学 毕业的时候就开始 更加恶化 就是 手已经完全抬不起来 20岁左右吧 就已经完全没办法 自己吃饭 然后 也没办法用键盘打 对 所以你现在是手也没有力气 对 就是 只能这样子动一点点而已 等一下 我先 瞧位置一下 轻轻用食指 按一下左键 这是现在的振兴 能使出的最大力气 对 拿去对的那个点 抱抱那个点 对 因为其实歌技 感觉可能 来说什么是 冷冰冰冰的就是 没有温度 但是 但是我觉得 科技这个 眼控法处 帮助我们一些 重度生产者 没办法自己 表达 的想法一些 然后有眼控 他们可以用地用 眼控然后 控制 电脑表达自己的 想法 然后会帮助 我们就是说 找一些自信 等这样的眼动技术 一开始瞄准的 其实是电商市场 三思眼动想的是 用眼球分析消费者 如何阅读网站 帮广告商 有效率地规划 广告版面 但实际投入之后 却发现电商市场 重视的是 点击次数 广告浏览率 反而不在乎 广告版位设计 创办人意外 投入医疗市场 我们其实只是遇到了 自己周遭的朋友 生了一场重病 然后是重症患者 那我们想要帮助他 照顾loading不要那么大 所以我们帮他开发了一个 眼镜看着 萤幕的某一个角落 就可以呼叫他的家人 或者呼叫看护 再过来 这件事情 只是一个 偶然的帮忙 但是在这个族群里面 却传开来的 透过眼球移动 开发出各款软体 搭配键盘 绘本 游戏图卡 让各年临层 不同需求的患者 找回话语权 让照顾者 和被照顾者 有新的接触 肢体虽然无法动弹 但靠这个眼神 也能用最微弱的力气 和世界搭上线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每个人都会经历 人生的低潮与困境 最后能否顺利跨过那个坎 进而开创第二人生 在今天故事当中 可以发现各种的差别 就在意念之间 感谢加入 我是王欣怡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